我們來看一下,剛剛我們看到的就是用所謂的他的文章的方式直接做對不對 那現在呢這種方法,如果你是老實是以分享檔案為主的 其實還有另外一種方法就是叫做檔案會 這樣子,你看我們左手邊這一本 從這邊比較看不出來 那你可以從,他有點類似檔案總管 那我找一個給您稍微看一下 檔案櫃有用的不多 資料量不大的時候可以用那種方式 但是資料量比較多的,等一下我們再搭配另外一個雲端硬碟 您會比較容易做 我看一下,西村國小我忘記我那時候有沒有在用這一個 檔案櫃 沒有,我後來沒有用那種方式做 好,我先回到這邊好了 您進到這一頁啊,你有沒有發現這裡 直接可以從這邊新增檔案有沒有 那也可以新增連結 也就是說網路上有些檔案,比如說你是檔案是放在網路上的 那你也不用把他檔案抓回來 我就給他連結就好了 他還是到原來的網站去 那這個要怎麼做呢 您可以從這邊來 你看我們新增有頁面 新增一個頁面的時候呢 按這個 好,比如說這是我的檔案分享 好,那麼您看一下放的 有沒有發現比較檔案貴 嗯,點他一下 這樣就好了 所以你好了之後,你看建立 有沒有發現就有這樣的 對不對 那今天如果是直接新增檔案的 我平常比較少用這樣 因為這個會佔用那100Mb的空間 也就是說你把檔案字 就直接傳到上面去了 所以通常我會比較建議老師 您可以用 第一個 如果這個檔案是人家 網路上已經有的 你就把連結給他就好了 有沒有 你的檔案的那個網址在哪裡 那他的說明是什麼 好,說明是什麼 直接用 另外一種方式 我們直接用15G的 有沒有,我們有提到 戶口是有15G的空間 你看 這裡 有沒有叫做加入雲端硬碟的 好,你看喔 我們來這邊嘛 按一下 他就會自動連到你的雲端硬碟裡面去 比如說 我想要分享一下這個檔案 他就 直接按選取 好,下來了 有沒有看到了 對不對 好,我再加入幾個 你看一下 那你一定會想說 啊我現在沒辦法 這個是我現在上面有的 那萬一 我先選進來好了 我先選進來 萬一我現在就沒有啊 沒有關係 從這邊按加的時候 有沒有看到左手邊有個上傳 這個時候的上傳 他是傳到您的雲端硬碟裡面 並不是傳到寫入平台 所以不用擔心齁 所以你看我們從這邊上傳 您就可以從這邊去選 假設你的檔案真的很多的 一個月挑 要不要挑很久 要對不對 所以其實你也可以把整個資料夾丟進來 整個資料夾丟 你看我可以這樣子做 從這邊 假設我們在這裡 我想要分享這個檔案 我就把它按著 或一次兩個 三個 四個 Ctrl按著 我現在是不是選到四個檔案 直接拖曳 拖拖拖拖 有沒有拖到這檔 這樣子 他就可以 進來了 你就按上傳 他就開始把您傳上去了 你看有沒有一次 一二三 我看 有四個 有沒有 是不是統統都進來了 這樣您了解了嗎 所以這個叫做檔案櫃 檔案櫃 那他還有一個好處是什麼 有時候檔案的名稱 是這樣子 可是你可能不太清楚 這是做什麼的 所以你可以幫檔案做個說明 你看我們的右手邊 有沒有發現我滑過來這裡 有一個東西 黃黃的 點一下真的可以編輯的 以這個來講的話 我做一個說明 儲存 有沒有這樣會比較清楚一點 因為檔案名稱有時候 我們看 並不會很清楚 或者你要怎麼使用 像這個 像這個是什麼 影像處理 好 儲存 所以我就可以很清楚看到哪一個是做什麼 做什麼用的 那這樣子呢 如果他想要下載的話 就直接按一下檢視 他就會出現下載畫面 就直接下載畫面 所以如果說 您本身比如說 您的簡報也好 或者有一些 檔案 你想要透過這個方式來做分享的 其實也是可以的 像這樣子 您可以稍微試看看 這個叫做檔案櫃 好 那您從新增頁面的時候 記得 它的範本 你可以選擇 檔案櫃 就會進來了 那 待會兒呢 我們再跟各位講一下 因為我現在這個 我的檔案分享 請問這個頁面 可不可以從這邊連結到 是不是都沒有 對不對 如果你想要連結的話怎麼辦 記得我們剛剛有沒有編輯過這個 有嗎 這個叫做什麼 是不是叫版面配置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 你看喔 編輯版面配置 假設你想要編 編到這邊來 我就點這裡 因為這一頁是我們自己新增的 我們自己的頁面 不是別人的網址 所以我就不用這邊 我就從這邊 新增頁面 你就會看到 我找看看 是不是就找到了 好 我就把這個頁面 就可以加到我的選單裡面來囉 好 你看 確定 有沒有 是不是進來了 所以 你的頁面 如果你想要把它加到這邊 或加到這邊 都沒有關係 就是你新增完了之後 你從這邊新增完了之後 我們可以去自訂我們 看看選單 你想要擺在哪個地方 就可以把它加進來了 OK 那我把畫面還給您喔 您先試看看這個 比較特別的叫做什麼 檔案櫃 比較建議各位 其實您是放到所謂的 雲端硬碟會比較方便一點 好